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视频,咱们接上一个视频的消息 俄战叶列尼弗卡川发生了强烈爆炸,导致53名乌克兰囚犯死亡,另外75人受伤 此次爆炸事件,俄方声称是乌军海马斯打的 但乌军否认有使用海马斯系统打击这里的计划 是俄军炮火打击了这里,试图掩盖对囚犯们的酷刑和杀害 今天,乌克兰外交部发表了关于俄军对乌克兰战俘犯下残酷战争罪行的声明 指责俄军严重违反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其行为是乌克兰刑罚点案和乌克兰刑罚点中明文规定的战争罪 另外,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此类行为也可以定性为危害人类罪 乌克兰呼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 在调查俄罗斯联邦公民在乌克兰领土上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背景下 立即关注俄罗斯军人的暴行 乌克兰外交部还庄严宣告 所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将得到妥善记录 并将成为对肇事者进行适当调查和起诉的基础 乌克兰外交部指出 俄方有义务确保乌克兰战俘得到人道待遇 拘留国指任何非法行为或不作为至其羁押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之行为均欲禁止 最后乌克兰外交部声明 其将与其他相关机构一道继续努力将制造惨案的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 距离惨案已经过去了几十个小时 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数据被披露出来 显示出此案确实非乌军所为 美国马西亚公司提供的卫星照片显示 悲剧发生前的7月27日和悲剧发生后的7月30日的照片对比 囚牢的铁皮屋顶是从里面炸破的 这座建筑没有显示出与海马斯导弹袭袭击相关的任何破坏 图片中显示 弱大一个建筑只有一处防顶铁皮洞开 如果是吴军远程袭击 为了确保摧毁目标 难道不该多打几发吗 至少一次骑射六发火箭弹应该有罢 为什么只形成了一个破洞呢 另外 如果是吴军干的这么大的建筑 天知道目标呆在几楼住在哪个房间 为什么只是打了建筑最北面的这个地方 这打击实施者也太自信了吧 另外 吴军手中目前应该只有M31型GMLIS火箭弹 其战斗装药为单战斗部 90公斤TNT炸药 这是所有海马斯弹药中威力最低的一型 但其威力也足以将弹着点的普通建筑物完全移为平地 为什么从照片上看 房屋墙壁结构依然完好 目前网上对这件事的讨论很多 根据乌克兰情报机构和SBO的初步调查报告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炸毁了殖民地 目的是为了掩盖挪用于维持乌克兰囚犯的资金的事实 另外一则相关消息来自东方组织的创始人 帕维尔·利扬斯基在《浓缩咖啡》节目中的披露 他说炮击前两天 一些高级囚犯从叶列诺福斯克地区被带到了叶列尼弗卡 在他看来 这可能是占领者想要带走他们不想杀掉的囚犯 面对乌军的证据确凿和俄方的泡脏水 为了查明瞻象 7月30日联合国宣布准备派出专家调查对关押地的炮击事件 而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当下 俄罗斯驻营大使馆又来火上浇油 他们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声称 亚素营武装贩子应该被处决 但不是被行刑队处死 而是被绞死 因为他们不是战争的士兵只能羞辱的死去 此言一出断时是舆论哗然 一个国家的正式外交机构竟然发布这样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的言论 让全世界对俄罗斯的看法再一次刷新了底线 由于触犯重怒 社交媒体很快对这条消息进行了技术处理 另有部分英国国会议员要求将整个俄罗斯大使馆送回莫斯科 不能让他们再在这里污染空气 乌克兰外交部迅速做出了反应 其发言人表示 只有恐怖分子和野蛮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 俄罗斯外交官是乌克兰战争罪行的同谋 应将其绳之以法 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俄罗斯炸死乌军战俘的回应 7月31日周日上午 位于被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地区的 塞瓦斯托波尔德黑海舰队总部遭遇不明物体袭击 据称没有人员死亡 但有五六名工人受伤 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害有限 但占领当局可是被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袭击吓坏了 推迟了俄罗斯海军日的庆祝活动 韦州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宣布 出于安全原因 所有节日活动都已取消 请保持冷静 尽可能的待在家里 可能是出于被杀的乌军捍卫者报仇的心理 乌军这两天在戈地 尤其是在南部战线发起的袭击是尤为猛烈 乌克兰空军和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称 非常感谢占领者故将采用所有可能的导弹和炸弹武器 在各战略方向上进行强大的空袭以回报之 仅在南部就有105名俄罗斯士兵被去军事化 乌军还摧毁了俄罗斯的7辆坦克 一门榴弹炮、两门自行火炮、17辆装甲车和军用车辆 以及两个弹药库 同时武装部队、空军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部队 继续控制着乌克兰控制的空域 特别是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摧毁了另一个目标 一架战术级别的奥尔兰石无人机 无疑,俄军的暴行使彻底激怒了乌克兰军民 他们越是如此野蛮越将遭到最猛烈的毒打 好,咱们来看前线的最新情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封锁了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东面的另一座桥梁 俄罗斯军队通过这座桥梁在赫尔松附近运送装备 这是一座铁路桥,所以运货团突量很大 这座桥被封锁,相当于俄军人都二脉被打断 地涅部和北面的俄军取得物资挤养的困难进一步拉大 目前,这个地区只剩下新卡霍夫卡水电站的大坝可以通行军需车辆 所以挤养的运送和军队的调动都只能通过这里进行 这进一步将和北面的俄罗斯军队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东部的补给区 隔离开来 而可笑的是呢,塔斯社今天还说 星期六晚上,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炮击赫尔松 然而,火箭弹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没有任何损失 他们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所有东西都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 一切都很正常 那这座桥是被什么东西摧毁的呢? 总不见得是俄军自己炸的吧 乌军继续针对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后勤系统做精砖打击 根据乌克兰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俄军最近遭受重大的打击 乌军摧毁了赫尔松地区的一些敌方后勤点 南方国防军发言人纳塔利亚·湖美纽克称 乌军炮兵命中率很高 别里斯拉夫地区的两个后勤点已被摧毁 这里存放的是战斗物资以及燃料和润滑油 在辛卡霍夫卡燃料储备也显著减少 他可能指的是周五晚上乌军对辛卡霍夫卡的俄军高价值目标的最新打击 他还说乌军对俄军的运输和后勤路线进行了重大干预 在南部以外 乌军也在奋勇还击 7月29日星期五 第25独立空降赛切斯拉夫旅报告 在断年茨克地区 士兵们用尖康式的毒丝导弹 击入了一架俄罗斯苏-25对地攻击机 最近乌军防空效率显著提高 我们是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说俄军战机被击落的消息 显然这跟乌军地面部队升级了算法有关 自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已经多达222架固定翼战机和190架武装直升机被摧毁 而空天军已经持续进入百烂事件 显然进入这场战争 并被一个远比他们弱小的对手干掉十多名将军 几百架飞机和2000多辆装甲车辆 4万俄军命丧皇权 这一切都显示俄军的总算法出了大问题 战术前面不可能弥补战略错误 目前乌军状态是逐步上升 而俄军攻势顶点似乎已过 战场平衡正向着对乌军有力的方向倾斜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稍后咱们再会